每天吃一瓜 风批姐巴巴巴 即前些天景田的代言出问题以后 风批姐就说过 圈子里很多热衷于皆微商 三无产品代言的议员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譬如之前关小彤那头就临时擦屁股 和不少问题产品撇清了干系 而这两天 似乎是王一博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要知道当初王一博抱成了流量艺人后 他背后的乐华就给他安排了很多 有很多的商务资源 大哥韭菜去不完全统计 最多的时候王一博身上是有三四十个代言的 并且这些代言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来历可查 前前进进 这一次媒体方面报道出来 递这个按摩仪问题就不小 有消息透露 说因为这款按摩仪的问题 接下来王一博极有可能要像景田那样被罚款了 那啥怎么说呢 其实圈子里问题代言这一类的情况真的特别多 早就成为圈内乱象了 毕竟过去几年上面查得不那么严格的时候 议员议人们往往都是看到有钱拿就上 并不会谨慎考察送到手上的商务资源和代言产品 这就导致上面真要查了 很多时候都是一查一个准 人人都有翻车的可能性 而基于乐华过去接洽商务资源的那个调性 如今王一博身上的风险还真的是挺大的 后续就看他背后的资本能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事吧 否则他要是成为下一个景田 三年没办法接待言的话 到时候资本无力可图 也会慢慢放弃力捧他 感谢收看